有民众直擊 彰化縣立溜冰場 一群大人小孩接公測的水龍頭 還拿來氣墊游泳池駐滿了水 打起水仗 玩得不亦樂乎 照片被PO上臉書之後 有人說 這樣涉嫌妾盜可以報警吧 但也有人說 有繳稅難道不能用嗎 引發論戰 而彰化縣政府表示 這個場地是由直排輪業者申請舉辦夏令營活動 但只能夠做溜冰使用 小朋友人手一支水槍 當你噴我我剩你沒水了 直接從氣墊游泳池裏補充 還有人準備背包水槍 水袋滿滿看見目標就發射 玩得全身濕透 旁邊還有大人看熱鬧 一群人玩得不亦樂乎 但這個場地有點尷尬 竟然是個溜冰場 而且他們玩的水是從旁邊公測接出來的 運動場地其實有水蠻困擾的 如果有人真的在運動的話 你可能溜冰也會花到 就是有點攻氣使用的感覺 實際到現場 情節人員指著公測洗手台的水龍頭說 水從這邊接出去的 照片被PO網引發論戰 網友說檢舉他竊用供水 還有人說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不過也有人認為沒什麼好生氣的 是不是小時候沒在公園或學校 玩過水球打水仗 其實這是附近直排論業者 在舉辦下令營 場地的確有申請 但玩水不適宜 其實溜冰場外就有公告 嚴禁飛溜冰運動行為 縣服也發文告進業者 未來會加強巡邏勸禮 記者帶我帽 將會報導